就是说这个议会 这个会议留会 讲完应该知道啦 事前都知道啦 对不对 都事前都有经过沙盘推演嘛 都睡好的 市长啦 他们的这个党部主委啦 还有议长啦 还有这国民党的议员 一定都事前就讲好了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专案报告 就让他留会 所以真的 讲完不要这两面手法 一方面好像把这个专案报告提出来了 想要做报告 但实际上人是缺席的 的确因为今天这样的状况 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啦 怎么会 当了一个台北市长 面对这样自己市区 辖区内所发生的事情 竟然不敢去面对 那老实讲 一般的民众会如何看待呢 市长不就是要负责吗 那这样子的保护的结果 会对讲完会有帮助吗 妹妹姐你们怎么看 台北市民恐怕无法接受吗 选出来一个市长 结果竟然是如此 是一个妈宝市长 蒋万恩在选举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用三宝霸的形象 来赢取选民的认同 结果今天面对凯凯的死 是这样子的归缩 保姆 事故地点 是在台北市 你去看民意调查 许多人认为 最要负责的是台北市 对 结果你归缩一起来 那这里面为了什么 我就第一要问的是 台北市你们这些国民党的议员们 你们的老板到底是选民 还是叫做国民党 叫做黄驴锦炉 黄驴锦炉凭什么指挥你们 你们不必对选民负责吗 一个孩子死在台北市 首善之都 然后有这么多的破洞 这么多的漏点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家长 很害怕什么 他们怎么找到一个 合格合一的保姆 这个是发生在台北市 那访试是访试的真的吗 如果去有好几次 可以拯救的机会 包括最后一次 保姆只说 确诊了 就不去 你可以不改成不定期访试 突然间去 你才能看到真实状况 如果你们真的有 确实去执行的话 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责无旁贷 但是我们非常对 台北市政府失望是 你看看台北市政府 一开始的态度是什么 他一开始 好像一心灰一顶 我没有问啊 这个12月25号就知道了嘛 我们请示中央啊 要不要开会啊 这样我们回答说不适用 对不起 依照现在规定 就是黄珊珊讲的 你自己就数住 因为重大额虐 这种致死的事件 十天之内要通报 你知道吗 社会局长只要通报上去 会上到副市长 上到市长 然后只要副秘书长 上陈吉 自己就应该召开 这就是为什么薛若言说 你根本不必通报 所以第一 尾过混淆视听给中央 你们是地线 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结果如果这件事情 第一 如果蒋万安 直到最近才知道 那我就必须讲 整个台北市 你们是一盘散沙 露室 整盘都冷起 如果你早就知道 而你不处理 你就是个无能市长 然后东窗事发 被发现的这件事 被爆料出来之后 你第一个想法就是 尾罪给中央 然后再说 我没有共青必蜀住 然后接下来什么 被骂爆了以后 好了 现在马保市长 就要靠着议员们 哎呀 不是我不愿意出来 专案报告 是议员们留会 我没有办法 搞两面手法 对 两面手法 而且我认为了 这里面第一 因为可以发现台北市 太多的错误 不敢面对 怕接下 蒋万安这漂漂亮亮的 假面之下 原来是这么的无能 我们再来讲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第一线的 一定是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是吧 中央是第二线吧 你看看中央速度多快 你看看那些国民党议员 在立法院多凶悍 中央过来报告 中央也是最先 最快道歉的 对 反而是蒋万后面才道歉 我问你 中央如果要最清楚知道 是不是应该是在 第一线的双北的政府 先送双案报告出来 请问到现在有没有 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 然后台北市多糟糕 十二月二十五号 孩子就走了 三月十三号 开第一次检讨会议 三月二十号 开第二次 请问今天几号 我跟你说 东西没生出来了 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写 要怎么去 要怎么收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 无视于市民的付托 无视于这件案子震惊的社会 无视于一个凯开的死亡 撕裂了多少父母们的心 也无视于人们的害怕 害怕找不到好的保姆 害怕说这个制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就不给 我们的市民一个交代 那为了什么 因为蒋万一上 未来的希望 是个少主不能蒙成 他要走的是什么 马英九第二的路线 一切都是切割 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要过度保护 可是过度保护 结果是什么 你以为进到吴俊氏里头 他就会变成 身强力壮吗 错 你反而让人家看清楚 你就是一个事前 你根本无能 事后不敢面对 自己不敢面对 还要托所有的议员下水 来护航你这个马宝市场 蒋万安够了 我觉得你可能这样子下去 会没有未来 来 国冻哥 我们看到国民党 这样全力保护蒋万安 不让他连报告都不愿意 之前说连个道歉 也这样推三组四的 那问题是这样子 对于蒋万安的未来 会有帮助吗 台北市民会怎么看待 这样的市长来 联系这几个案子 会对蒋万安造成 很重的伤害 对他未来的政治前途 等于是一个大考验 我相信一个有当当的市长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展现他危机处理 让全民来看 他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你不是只是面对 民进党的议员 不要这么狭隘 你等于说这个议会 是代表全台北市市民 我是要面对台北市民 来讲这件事情 就算是民进党的议员 在野的议员再来杯葛 你让他们杯葛 我市长愿意面对 是你们杯葛我 结果你好了 是你自己同党的议员 把他用流费 不给你去做报告 前天你这天都翻过来 照道理讲 你国民党议员想要护航他 你们全部在议会里面 听市长做照案报告 在野党的议员要闹 说我们去出党他闹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可是政治人员有说 台湾的政治人员跟我们想的都不太同 我们是不是想奇怪 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每次记者拿麦克风问他说 就是我们尊重议会 然后我们就要三方 黄制机制要建立起来 然后中央要跟怎么配合 他讲的大家都听得对对对 那先来议会报告给大家听 他又不肯去 怎么这样 就是肚子没东西 政治的力量不够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你第一任市长 不过才刚一年多 你就是有什么地方退彩 人家会原谅你 没有天生就是干市长的 他需要磨练 这就是你磨练的最好机会 结果你放弃了 然后之后还要讲 遵从党团安排吗 还是怎么样 我也搞不清楚 你这种话等于是会话 前台北市民 你的得票率高成那样 人家投票给你当市长 除了你形象清新 大家相信你对台北市的治理 一定有一套方法 结果看起来是 拆交你拆交啊 我不好意思讲 妈宝 那是对一个政治人物 最大的一个羞辱 我们拆交就拆交啊 这种机会一闪就过了 你恨不得赶快有机会 让你到议会来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相信 他是很怕 因为里面他的社会局处理 这个事情处理不当 他很怕 我发现他有一点跟侯友宜 当时那个恩根案的时候 他在维护他那个消防局局长 维护他那个教育局局长 社会局长 我觉得奇怪 这些国民党你这些市长 怎么都同一个脑筋呢 权力护短 你就应该要站在面对市民嘛 是市民支持你的 不是你的局处长支持你的 你应该要出来讲 哪里不对 我就要处罚他 今天讲话 如果站在议会讲说 社会局处理不对 我已经检查了 要惩罚他们 市民跟你鼓掌 他就担心说 我这样一讲的话 就把这个凯凯按整个 燃到我肩膀上了 保护自己的官员 好像民进党中央 就给他闪过了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跟我们一般正常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 国民党你们这些市长 如果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 同样是这样的思考的话 人民怎么会不惰气你们 你就是再怎么样高票 得票率高 也没有用啊 你慢慢就 鼓咖的手踹啊 让市民看破 当时这票头臭了 当时实在不应该 以为他外表这么清新 结果他什么事都不会做 你看他联系几个事情 刚刚我一下多讲一句 中将他敢去解约吗 他也敢解吗 他得罪了起郝龙斌 得罪了起前面这些 这个集团背后的集团 所以他说一切 这个依法编列预算 这些罪了 他完全不敢动 多讲我的观众 可怕不是在说 哎呦 还是共账罪了 或者说 这个陈从文他们到底 罪了多少钱 钱还其次 人民的纳税金还其次 他如果真的像威胁这样的讲说 要把你断网断信 台北市警察局 你们要提早规划 你不要变成停摆 变成台北治安的一个空窗 监视器 我们在抓人犯 我们在交通违规 车祸全部都监视器 断信停摆 那时候到台北一塌糊涂 那时候好 那时候是国民党摸名倒灰 讲话你怎么对得起台北市民 对 我们现在台北市的监视器都好用 各种细小细微 追捕人犯交通处理车祸 全部都说你现在好了 人家厂商掐着脖子 你们不信用我们断缓 那大家都吊吊一个 跟台北市民都有关系 陈冬文昨天收押 不过只是整个案子里面 浮上来了一点点而已 冰山之一角 他所涉案的情节 当然必要必须收押 我们昨天就讲了 他会串政的 果然法院也都缩押了 但是我们就奇怪 那刚开始的时候 北院为什么两百万交保 法官毕毕都是法官 为什么这个法官就心来好 自由新政心里这么慈悲 两百万交保 我们才发现问题不是只有议会 这个背后的政商关系大到 是不能掀开的 一掀开 我在这里公开讲 他的政治风暴会大于这个案情的本身 那个引爆起来 那是巨峰级的 然后我不客气讲 这里面没有内鬼吗 市府里面没有内鬼吗 没有内鬼 但靠一言是成不了大事的 一定要有内鬼 一定要内鬼跟台字光有勾结 然后这个内鬼要怎么去办 那是你讲市府要办的 那已经跟陈冬文这个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这个案子 政治风暴开始形成了 如果陈冬文高喊 我最好笑的就是这件事 陈冬文被约翰逮捕的时候说 政治追杀 司法迫害 他监督太用力了 他监督台北市警察局太用力了 所以被这样的证实 那我现在就要喊 陈冬文也许你现在听不到 你收押了嘛 你敢不敢讲 我们要去赌陈冬文敢不敢大爆料 既然是政治追杀 司法迫害 你就公开出来讲 里面内部嘛 这才叫做Q小 这才叫做你是 重量级的议员嘛 结果你被压了 只敢高喊 司法迫害 政治追杀 那是什么政治追杀 是谁追杀你 讲万安是你国民党 他追杀你吗 还是朱立伦追杀你 我们就搞不清楚 他是谁追杀他 你台北市是国民党在执政 你是国民党的议员 你在这里替厂商在这里追加议算的时候 那国民党的市长追杀你吗 所以有些话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无厘头到你的爱求 如果你讲说这个案子很多问题 我们必须要来无网无网来说清楚 我愿意说清楚 那我们还可以相信陈总吻 你做个重量级议员 大家来看你怎么解释 但是你这一喊那些口号 老口号不要让那么恶心 人家听起来说 你吃到这种地坊 金流你都讲不清楚 两千三千万你都讲不清楚 你还要喊政治追杀吗 问题一大堆 我们看到那现在当然就说 因为柯文哲已经卸任了 那现在主持适者就是蒋万安 建民哥 蒋万安敢解约吗 蒋万安敢解约 我认为蒋万安到目前为止 不表态就知道答案了 对 他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案子 他就是他就任的时候 陈从文才胆敢设了一家公司 就在他任内 那我这样讲 他可以解约 当然可以解约 我们来谈第一件事情 他们当时的原版的合约 要投资金额是多少 总共投资金额要高达的是多少钱 250亿 来来 我们111来看这个数字 第一件事的猫腻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案子呢 他是在2011年拿到的时间点 就是台通网拿到 他拿到这个标案 而当时实验正好是 他决定要去上市了 大家就好奇 上市这件事跟这个标案什么关系 对不起 上市股价重沽 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 一旦发生的时候 他的股价会得到多少的垂捧 这时间非常巧了 第二件事 当时他们说要投资250亿嘛 有没有投资到最后我们看一下 他股本剩多少 到时候最后股本只有22亿元嘛 从2亿增加22亿有250亿元啊 什么时候你看到的 22亿等于250亿 告诉我嘛 你合约不同 第三件事情 最关键的 他要在四年之内达到所有全台北市民 8%的人都要使用嘛 结果有吗 结果有吗 因为我要说一下 这个案子一开始哦 并不是针对警察局哦 这个案子一开始 并不是针对台北市政府的各部会哦 他是针对整个台北市 他是针对台北市 因为当时地下道完成了 要挂光纤 所以他有个计划 他是要把他是光纤入户哦 请问一下 最近请问台北市民 你有谁是用台东光的 有吗 没有嘛 只到台北市府 你只光这一条就可以解约了 好不好 因为你的合约 原始合约 我们现在不要讲警察局 那是 柯文子我等我再来讲 那讲完什么都不敢做嘛 是不是 因为这可能背后是 是他们同集团人的利益嘛 开什么玩笑 而且你有趣的事情是 请问一下 这个朱家什么时候撤离台东光 2016年嘛 这个标案结束了嘛 股票上涨了嘛 就离开了 离开时间点 是这个标案上市完了第二年 第四年就离开了 2020 2016年离开嘛 这里没有猫腻嘛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一届回到合约 合约四年之内 要达到8%的民众 有没有 没有嘛 现在都多少年了 现在使用数可能低于3% 只光这条就可以结束 第二届你投资金额要到 这个当时说的250亿嘛 合约上面讲的吧 250亿 大家去查到合约 对 你只要都没有达到 那讲完应该要解约啊 对啊 就解约 好 我们就回到柯文哲 柯文哲卖 我怎么讲一句话 当时你要建制2017年 要求警察局全部都要曝光签的时候 你就要审视合约啊 合约告诉你 当时的投资金额不到250亿啊 这第一点啊 第二检释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拿出来 直接到议会讨论了 因为这东西是跟BOD 你要交由议会 那就跟议会讲一件事情啊 这家厂商当时要求在2016年达到全台湾全台北市8%的土局里没有到 我们现在准备要建制警察局了 请问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要机会交给台智光吗 你可以公益啊 当时你的声望多高啊 物大必案啊 大巨蛋啊 刀叉吃人肉啊 而且在职业 我要以柯文哲的智慧 他会不知道抬头光后面有个股东 叫是朱家的吗 会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嘛 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打说 你看国民党在郝龙斌时代 因为他最爱打郝龙斌嘛 尤其大巨蛋把郝龙斌打得没咪骂嘛 讲一句话 郝龙斌要不要讲清楚 你跟朱家关系如何 我们现在不是讲2024年的柯文哲 我们讲的是2016年到2017年 柯文哲当时是炸红到斑奔天啊 因为柯文哲那后来靠到蓝营去 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解约 这是重点嘛 讲完现在也是蓝营也不会去解约 柯文哲在2017年到2018年就做个决定嘛 他要继续担任台北市长 必须往蓝营来靠拢嘛 他也知道这块肉很肥嘛 所以决定2017年 把警察局这块大肥肉交给他 市议员就在那时候决定了嘛 所以柯文哲卖给笑 我们只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台资光现在整个在台北市标案里面 警察局占的比例多少嘛 我们心目中应该是民众嘛 对他当时提出来 资费比这个中华电信便宜嘛 资费比这个第四台便宜嘛 子光这件事就没有做到了嘛 就没有做到了嘛 那一样道理啊 现在结果我们原来以为 这个光迁路府 应该是我们台北市 不是他们台北市 光迁路府 只到市府啦 对对 只到市府 应该是做了台北 没有到民众家 应该是台北市民共享嘛 没有啊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真正给台资光大红包的人是谁 不是蒋万安 不是郝龙斌 就是你柯文哲 2017年把整个台北市警察局的标案 三万支哦 三万支监视器哦 大街小巷的订单 全部交给台资光 不是别人 就是你柯文哲 瑞德哥真的是没有舞台到 要自己去搭一个舞台剧 跟赖佩侠演出柯赖佩吗 他说什么 在舞台剧当中 谈什么 谈都根 有这种剧吗 因为两个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是人家郭台铭 来这个礼聘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登记的那一刻 不是副总统候选人 另外一位是 跟人家去密室协商 最后签了名了以后呢 出来哭了一哭了以后 我不算我不算 然后呢 就不是当人家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不是同样的两个同事天涯 沦络人吗 我跟你讲坦白的 柯文哲的数学不晓得 跟老师是谁啊 我觉得老师好可怜啊 你知道吗 还有人这样算的 算说我虽然民调啊 这个立委的表现啊 比较低 最差 其实是最差 最后一名了 但我八个人而已啊 所以我CP值最高 用这样成的 人家除的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 人家这个五十几个 人家五十几个 所以我们八个人比一百多个 还要来的高 CP值呢 还要来的棒就对了啦 那个RQ RQ啊 那个第二 RQ plus就是你们民众党 我这样坦白的嘛 有人这样算的 我帮柯文哲远一下好了 如果要这样算的话 柯文哲没输啊 总统大选怎么输 国民党成立一百多年啦 民进党成立三十多年啦 我民众党成立四年多耶 我拿到了三百六十九万 零四百那个六十六票耶 对 才输国民党九十八万零五百五十五票 才输民进党一百八十九万 五千五百五十三票 我总共加强也不够输 两百八十七万多票而已啊 所以呢 论CP值 我柯文哲是最高 能够这样算吗 有人这样算了吗 你连八年当台北市长 你连台志光每年给你 凹掉四亿多 你可惹 屁都不敢放一声 都不敢车查 不敢叫正锋去检局了嘛 不敢这个等于说 跟他干掉 不敢去把他列为第六弊案嘛 现在竟然 你们有发现吗 虽然我们不喜欢这个 对宪法 这个不知道到底在搞什么鬼的 翁晓琳啊 可问题是 国民党的立委 几个立委 他们在一连串下来 包括那个 本来在树上 本来会吻水 太平岛 那个瓦石油的 韩国瑜 表现都比他们 柯文哲外加 八个所谓CP市 很高的民众党立委 他们的表现 好太多了 对 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只剩下五台剧 可以演了 对 再来不知道怎么办 我个人建议 去演单元剧 名字嘛 名字都想好了 帮你想好了 单元剧的名称叫做 台湾变色龙 台湾变色龙 只是说因为上次 他是开演唱会嘛 这次又这个 这个是创新吗 演出舞台剧了 杰明哥 这个是有看过 政治人物这样的吗 不断的去创新 演唱会 大家觉得很够夸张 现在还真的是 舞台剧 再注又刷新 大家的三观吗 其实对于 柯文哲来说 如果当没有流量的时候 他的生命 就已经结束了 他每天在思考 一件事情是 我如何能够增加流量 那当然这时候呢 这舞台剧 对他来说 他不是前阵子 要说要开这个晚上 要该直播 叫做内心化 真心化 我之前说 柯文哲有真心化 柯文哲的话 永远是变来变去 那这次搞个舞台剧 确实啊 他真的就变成 大家讨论的焦点 坦白讲一件事情 市长这件事 在他心目中是 永远不可逆的人生高峰点 那也就是说呢 发现到一件 这是一个很限制问题 第一件事情 当时他曾经 想要到立法院 担任所谓的立法院的 党团的什么主任 对对对 就发现到民众问他 觉得你是主席 其实他想一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应该 要到地方走走 发现地方也没有人 理他 像他这一次 我们说白沙屯的 这个就是 妈祖 他也只是 以前他是全程 这次也露个脸 因为发现到 他露脸没声量啊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 好现在 郭台铭好像还有一点余温 最近红海股票上涨了 所以他就来找这个 他的以前的副手 赖佩霞 来演这舞台剧 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 政治人物 他到底应该 是对国家要提出愿景 对他政党发展来提出想法 或者到地方来布局 他未来的选举 还是他要去演戏 我好奇啊 演舞台剧 演你市长 那我说你市长 在这